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才知道父亲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怎么说呢 我虽然是家中最小的儿子 可是从小到大 我就没有享受过父爱 因为父亲只爱他的两个宝贝儿子 对我却不闻不问 我还记得当时正是过年 还没吃团圆饭呢 父亲就突然把我和两个哥哥叫到了大厅 说要分遗产 紧接着 父亲就当众立了一份遗嘱 给我的两个哥哥各分了三十万的遗产 而我这个养子却没有一分钱 我当即就有些不开心了 于是我问父亲这是为什么 谁知父亲竟对我破口大骂起来 说我是养子 是外人 所以我当然不能分他的遗产 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令我心寒 最令我心寒的是 我不仅得不到一分钱 还必须要赡养他 他说这是我的义务 凭什么 我当时就生气了 直接和父亲吵了起来 明明当初父亲生病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寸步不离地在病床前照顾他 而那个时候 两个哥哥在哪里呢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工作 根本就没有回来看过父亲一眼 可父亲病好后 竟好像忘记了这件事 他以为我真的在乎那三十万的遗产吗 不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父亲的那颗心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父亲为什么还是那么偏心 明明都是他的孩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为什么就不能分一点点爱和眼光在我身上呢 我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样离开的 只知道心脏疼到几乎停跳 当我再次听到父亲的消息的时候 却是父亲已经过世了 虽然他生前并不爱我 但他毕竟也还是生我养我的父亲呢 我含泪为他操办了葬礼 而这个时候 我父亲一心溺爱着的两个不孝子 却拿着父亲留下的遗嘱 兴高采烈地跑去了律师事务所 想要取出父亲存在那里的三十万遗产 得知这件事情后 我看着父亲的黑白遗照 不禁有些想笑 如果他还在世 看到自己最喜欢的两个儿子 在他死后的恶毒嘴脸 他会怎么样呢 然而 当两个哥哥突然跑回来 跟我说 他们上了父亲的当的时候 我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笔直地跪在父亲的灵堂前 哭得痛不欲生 是我错了 是我误会了父亲 当时 当我的两个哥哥 拿着父亲留下的遗嘱 兴高采烈地跑到律师事务所 要求取出父亲生前存在那里的三十万遗产后 律师只跟他们说了一句话 就让他们明白自己上了父亲的当了 听完律师的话后 我的两个哥哥都是一副面色惨白 嘴唇颤抖的模样 下一瞬 他们立马打开了遗嘱 仔仔细细地看着 而这下 他们终于发现了遗嘱的不对劲 他们当时瞪大了瞳孔 面色惊慌失措 嘴里不可置信地喃喃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原来父亲从头到尾都在骗他们 因为律师对他们说 这合同是假的 不起法律效益 而遗嘱上面果然没有盖章 我的两个哥哥在冷静下来之后 就开始对面前的律师破口大骂 差点没把律师锁给闹翻 你说清楚 这是我爸亲手写下的遗嘱 说好了 房子和钱都归我们 这怎么可能没用 一定是你看不懂 赶紧换个律师过来 无奈 事务所的老板 只好换了个经常跟我父亲联系的律师 来给他们做鉴定 结果一查财产公证 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 这是一份无效的遗嘱 因为上面显示 我父亲名下根本就没有房产 存折里更是一分钱都没有 而我后来才通过律师的口述得知 我父亲生前所住的房产上写的名字 居然是我这个养子的名字 我的两个哥哥当然不服气了 他们气得差点没跳起来 立刻就跑回来找我争论 要不是我一个当健身教练的朋友 当时恰好在父亲的灵堂前陪着我 估计他们就要对我动手了 而我在得知这件事后 心中也是吃惊不已 原来父亲早已病入膏肓了 而他却骗我们说他病好 而他在立下遗嘱后 竟然在没有人任何知情的情况下 悄悄将房产转到了我的名下 而那所谓的三十万遗产 根本不存在 我父亲生前热爱做慈善 他提倡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早就将这些钱捐给了社会 而他之所以做这么一出 就是怕他死后 两个哥哥会欺负我这个养子 所以才假意骗两个哥哥说 要给他们三十万的遗产 然后再偷偷把房子转移到我的名下 这样我未来的生活 就有了保证 听了律师的话后 我一下子就跪倒在父亲的灵堂前 哭得悲痛欲绝 是我错了 是我误会了父亲 想起父亲当初争遗产的时候 我还以为父亲是偏心 所以才不给我一分钱 也不把我这个样子给当回事 可是事实证明 父亲心中还是记挂着我的 他一直都爱着我 他对我的爱 其实并不比两个哥哥少 在将父亲下葬后 我在朋友的陪同下 去了律师事务所办了 房子的交接手续 我在房子里看到了 父亲写给我的很多信 原来他从小到大 对我的不闻不问 确实是对我的考验 因为我现在已经成功地 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 而他也终于能放心地去了 都是因为有了父亲 一直以来深沉隐忍的爱 我才得以收获现在的幸福 从今以后 我会带着父亲的那份祝福 永远阳光温暖地生活下去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今天是高考日 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我妈就喊我起床 让我背书 她说 在高考前的最后时刻 更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一杯提神用的浓缩黑咖啡 空腹喝下 未被刺激地抽痛着 只因她相信 空腹更能提高学习效率 但又怕我睡眠不足 没精神学习 所以每天早上 空腹一杯黑咖啡 成了我的尘毒标配 为了节约时间 我妈花高价 在考场旁边订了酒店 考试九点开始 我背书背到八点三十分才 被叫停吃早餐 吃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我看着她精心准备的早餐 一根油条两颗鸡蛋 寓意满分 我讨厌吃油条鸡蛋 这份早餐 已经吃了三年没变过 八点四十分到考场 在我进考场前 我妈抓住我的手 脸上因为激动而显得猙獰 她又重复一次 再来的路上就一直说的话 她说 你必须要考好 高中三年你一直都是第一名 高中的最后一次考试 你一定也要考到第一名 省状怨是妈给你定的目标 你听明白了吗 她说这话的严肃表情 跟以前每次我考不好的时候 她动怒用教鞭抽我小腿后 罚我贵着重超试卷的样子重叠了 心脏条件反射地收缩了一下 我爸这时也在旁边附和我妈的话 一起叮嘱着 对比旁边其他考生家长 温馨鼓励的样子 我爸妈眼里没有温情 只有强烈的目的 我麻木地点着头 他们这才满意地放我进考场 但他们不知道 我是骗他们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到他们发现 被我骗了之后 发疯的模样了 我早就计划好每一场考试 我都要交白卷 当别的学生在争分夺秒的答题的时候 我在考场呼呼大睡 高考的这几天 是我近六年来睡得最香的时候 不会一闭眼 就是各种题目充斥在我的脑子里 让我被惊醒 然后就是整宿都睡不着觉 因为每一场考试我都睡得很好 以至于我每次出考场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荣光焕发的 我轻松自得的样子 跟其他考生仿佛经历过摧残后 精疲力尽的样子截然不同 我爸妈每次问我考得怎么样 我都笑着挑他们喜欢的话回答 我说那些题我都会做 这也不算说谎 那些题我确实都会做 只是我没做而已 等出成绩的这段时间 我爸妈也没闲着 成绩还没出 他们就已经笃定 我会是省状元 毕竟我经过他们的调教鞭策 从初中起成绩就稳定第一 一直以来都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两人已经在位 我到底是上清华 还是独北大的问题 争执不下 还为了可以在亲戚朋友面前长脸炫耀 正在拟定名单计划 邀请谁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就连酒席都预定好了 他们下血本在本市最贵的酒店订好位置 交了定金 看着他们忙得起劲的模样 或是可以玩手机的我 下载了个招聘软件 开始为自己以后被扫地出门做准备 不过这年头 没学历真不好找工作呢 能找到的都是一些奶茶店店员 销售 中介 外卖 奶茶店员跟送外卖这两样的入行门槛比较低 可以优先考虑 听说做奶茶要被很多配方比例 这个应该难不倒我 我看招聘信息看得起劲 还不忘偷偷关注我爸妈他们 我听着我妈正在跟亲戚语音聊天 他们互相假惺惺地寒暄 然后我妈按搓搓地炫耀 我会读书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让她省心 对方听了 语气酸酸地自嘲 自家孩子不爱学习 话锋一转 又夸自家孩子会赚钱 还给自己买礼物 两人一来一往地虚情假意了一番后 话题不知道怎么就说起这次高考 有个考生全程都在睡觉 亲戚还跟我妈说 那个考生就在我那个考场 听到他们聊这个 我的心歌蹬一下 这时我妈朝我这边看过来 我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玩手机 我妈皱了皱眉 从我手里拿走手机 无声示意我少玩手机 回房间去学习 同时我妈语气嫌恶地跟亲戚在责骂那个睡觉的考生 我在房间里隔着门都能听到她的大嗓门在骂什么不知感恩 白眼狼 辜负父母的期望这些话 她不知道她现在骂的人正是她一直以来寄予厚望的女儿 房间里我呆呆地坐在书桌前 看着面前的书 只觉得呼吸都要变困难了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目光所及之处 除了书 还是书 就连一米二的小床枕头边 也摆着几本书 有一种想要把这些书全都烧了的冲动 我把书都扔进纸箱子里 这些我都不要 不想再看到这些 正当我刚装完一箱 要继续装第二箱的时候 我妈没打招呼 就推门而入 她见到我把书装起来 扳起脸来问我在干嘛 见到她 我下意识地紧张起来 脑子也清醒过来 我看着被自己胡乱装起来的书 在我妈不悦的目光中 我硬着头皮说 以后不需要这些书 想要找收废品地 卖了换点钱 听到我找的这借口 我妈正愣一瞬 又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她明显消气了 但还是责怪地瞪了我一眼 嘴里骂骂咧咧地说我瞎搞 这些书的价值 超过我去卖废品 很多很多 我高中这三年来 用过的课本 写过的笔记 很多邻居朋友都想要来着 这些拿去送人赚个人情 都抢过卖废品 换个几十一百的 她一边说着 一边喊来 我爸一起整理 我坐在床上 看着他们忙得起劲 还拟一言我一语地自夸着 我听着我妈得意地说 要不是有她的功劳 我哪会这么优秀 她说自己这辈子 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把我从乡下 弄到大城市里来读书 刚上小学那会儿 我还不肯乖乖学习 成绩一直在班里垫底 害她丢脸死了 得亏是她后来 很下心 对我严格教育 制定规矩 我才从垫底 逆袭成第一 我爸听了 就很不服气 他说 我最叛逆 最不服管的时候 是她发狠 把我往死里打 把我给打怕了 之后我妈管教我 才能那么轻松 我听了不住地点头 确实如她所言 她的那顿打 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 那时我才小学三年级 平时爸妈管得特别严 但我那时候年纪还小 比起枯燥的学习 我更想要跟同学去玩 那天考试成绩出来 我数学考了满分 这个成绩让我胆子大了一点 放学的时候 有同学约我一起去玩 我想着有这份满分试卷 就算我先斩后奏 跟同学去玩一会儿 爸妈知道后 应该也不会太生气的吧 然后那天我回到家 迎接我的是 父母两人的狂风暴雨 在他们问清楚 我是跟同学一起 去喝奶茶吃零食后 他们说要把我的零花钱断掉 还不准我以后放学 跟同学去玩 必须马上回家学习 对于他们这个霸道的决定 我不答应 跟他们顶嘴 顶嘴的下场 就是惹怒我爸 脾气暴躁的他 对我拳打脚踢 跟我妈爱用叫边打不一样 我爸没借助任何工具 他的每一拳每一脚 落在我身上都痛得我怀疑 自己会不会被打死 最后当然是没有被打死了 而且第二天还得带一身伤 继续去上学 从那天后 我爸妈俩一合计 觉得现在要是不把我管得严一点 以后就更管不住我 所以我妈辞掉工作 决定全职在家带我 从此之后 我过上了被我妈全方位控制的生活 我那张满分的数学试卷 让她看到了我的潜力 她当全职妈妈后 给我制定的目标 就是要争作第一 为此她给我报了补习班 还有奥数 这还没完 我妈觉得光成绩 不能体现出她全职妈妈的能力 又为我报名学习舞蹈 她很享受别人称赞的目光 喜欢别人夸她教导友方 别人越夸 她对我的要求就越高 刚开始只是要求 我做到年级第一 后来要求 我要当年级第一 她总是喜欢在别的家长 用羡慕的口吻 向她请教 怎么才能教出像我一样 学习成绩好的小孩的时候 故作谦虚地说 自己没有怎么教 平时我在家 也没有怎么学习 只是头脑好 老师教得一点就通 我妈话里话外 都把我塑造成一个天才 但实际上 我并非天才 我就只是一个普通人 为了维持第一名的位置 我每天在完成 老师布置的作业 上完补习班 兴趣班后 回家还得继续做题 要是做错一道题 就会被她用教鞭 打三下腿肚子 错的题还要法写十次 我的学习生涯没有娱乐 只有无穷无尽做不完的题 挨不完地打 超到崩溃大哭的错题 还有她在我每次 没达到她的要求 她歇斯底里的样子 她让我要加倍努力 要不然对不起她辞掉工作 当全职妈妈的牺牲 她在看到以前的同事 在职场上 运筹帷幄的样子后 产生的落差 让她把怒火 发泄在我身上 小学的课程奴努力 维持第一对我而言 虽然很难 但还能努力做到 初中开始要学的课程多了起来 每科都要维持第一 学习的压力就重了起来 我妈不许我偏科 她说她的孩子就得是全能的 为此 她重新规划我的学习时间 她把我唯一能喘口气的 舞蹈兴趣班给取消掉 学舞蹈对我而言 是一种发泄 因为不用动脑子 只需要重复一个动作 挥洒汗水 直到达标就行 舞蹈老师得知我以后 都不去她那继续学习的时候 还不死心地劝过我妈好几次 老师说 我有舞蹈天赋 身体协调性好 又有乐感 放弃舞蹈的话很可惜 我妈听了不屑一顾 还口无遮拦地直接跟老师 说我天赋在好有什么用 要是学舞蹈混得不好 跟她一样 只能再兴趣班教学生 多没出息 舞蹈老师被我妈气得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络过 不用学舞蹈后空出来的时间 还是不够用 初中课程多 我上课的时候已经很努力的 想要把老师在课堂上教的知识 装进脑子里了 可我不是天才 也没有过目不忘的脑子 初一第一次月考 只考了个第九名 我妈看到那个名次 脸色奇差无比 我爸也非常失望 连带的还责怪我妈没用 她说 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地赚钱 我妈只需要在家盯着我学习 结果我成绩还下降了 这不是没用是什么 我妈听了很不服气 说她在家管我 比她去外面上班还累 我就只是普通智商 她能让我小学一直保持第一名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两个人当着我的面大吵起来 最后还砸东西 我妈气得说要去找工作 以后再也不管我的学习了 我把比我妈更狠 她威胁我妈敢去找工作 不管我的学习 她就要跟她离婚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我的学习 能对他们影响那么大 当时还小 对我而言 父母离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不是只要我好好学习 继续考第一 他们就不用离婚了 那次争吵过后 他们虽然没有离婚 但他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他们三天两头 就因为一点小事或一句话吵起来 我妈把一切都归咎到我的头上 对我越发失去耐心 更重要的是 小学的内容我不懂的时候 她还能辅导我 初中的知识 她辅导起来也开始吃力 她辅导不了的情况下 只能给我报更多的补习班 补习班报得越多 花费就越高 赚钱的压力压在我爸一个人身上 他也颇有怨言 为此两人又产生矛盾 对彼此有更多不满 我被迫夹在他们中间 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 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 成为他们发泄情绪的人肉沙包 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人告诉我 他们只告诉我 如果不是第一名 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我要一直做第一名 这样爸爸妈妈他们才会开心 学不会那就多学几遍 只要花时间就能学会的 时间不够用没关系的 只要减少睡眠时间 一天只睡四小时就好了 要是没精神 喝咖啡提神就好了 我妈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可是学习真的很痛苦 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我的平庸 但为了让他们满意 我逼自己不停地学 要不是发生那件事 我会继续努力 做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女儿 来讨好他们 但那件事发生之后 那就一直折磨着我 每个夜晚我都在自问 当初我为什么要那么懦弱 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反抗他们 我恨他们 更恨我自己 我要毁掉自己 报复他们 他们不是最喜欢我考第一吗 不是梦想着我考出个省状元 好让他们炫耀长脸吗 我偏不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他们希望破灭后的表情了 一定会很精彩 经过我等出成绩的这段时间 特意表现出来的自信 我成功给他们建立起盲目的信心 出成绩这天 他们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来家里聚会 他们嘴上说着 不管我考出个什么成绩 只要能考上一本 他们就会很高兴 实际上却一直强调我平时第一的成绩 得意一余言表 我本来在房间一个人待着 我妈硬把我从房间叫出来 她把我推到跟大人一起来的弟弟妹妹面前 表面上是让我给他们传授读书的经验和心得 实际上张口闭口都是在说是自己的功劳 那几个被父母推出来 被迫向我请教学习心得的弟弟妹妹 正睁大着眼 直勾勾地望着我 我对他们说 姐姐的读书经验不值得你们学习 不是非要第一名才行的 听到我这么说 在场的大人都露出不赞同的表情 我妈反应很快 伸手拍了一下我的胳膊 笑骂道 你这孩子 第一名当然是最重要的 妈知道你是天才 从小脑子好使 学习起来不费力 学什么都快 确实是没有什么经验 可以教弟弟妹妹们 但你也不能乱误导他们知道不 说不定他们努努力 也能考个第一名的 我妈说的话 表面上看似在为我解围 实际上又是在帮我立天才人设 把我当优质物品展示炫耀 在场的大人又不是傻子 都听得出来我妈言下之意 就是说他们的孩子不是天才 在努力也复刻不了我一直第一名的成绩 气氛一下子就冷场了 这时候我爸看了眼时间 喊了一声 倒可以查成绩的时间了 这下气氛才重新热络起来 我爸妈知道我的准考正好 我爸特意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客厅茶几上 在亲朋好友的包围中 打开官方网站 输入我的信息 在他们的注视中 屏幕上出现我的成绩 六门科目全挂领 看到这份成绩单 一时之间没有人开口 我爸妈欢喜的表情将注 其他的大人面面相去 沉默半晌 其中有人开口迟疑地说道 会不会是查分数的人太多 系统崩了 这话一出 立刻有人接话 对对对 再重新刷新一次 安安不可能考零分的 他们一致认为是系统出错了 我爸妈也是这么觉得 我看着我爸又重新刷新一次 成绩出来依旧是零分 之后我爸不死心 连续刷新好多次 每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下大家的表情都开始怪异起来 我在旁看够了 我爸妈震惊到怀疑人生的样子后 才站出来平静地开口确认到 分数没错 我确实是考了零分 我爸妈听了我的话 顿时勃然变色 我妈受不了这刺激 气得一只手指着我 一只手捂着胸口 在其他人的惊呼声中 被气晕过去了 他们见状 有的喊着叫救护车 有的喊掐人中 有人说快人工呼吸 还有人问有没有速效救新完 我爸则是看向我 沉默切齿地问 你再说一次 如他所愿 我又重复一次 我说 那个分数没错 我确实是考了零分 砰的一声响 我爸暴跳如雷地 掀掉面前的茶几 他气得目自欲裂地 指着我怒吼 看老子打不死你 说吧 他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 抬手就要打我 我当然没像小时候 那么傻 站在原地 让他打个够 我连忙躲闪 那些大人见情势不对 好几个人拦住我爸 我爸气得脸红脖子粗 喘着粗气 那要被我气疯的样子 我看在眼里 太解气了呀 他问我 零分 你居然给我 考个零分出来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点头 直言不会地说 对 我就是故意的 这样我的人生 就不用再被你们操控了 我爸吼道 操控 老子怎么操控你的人生了 我在外面 累死累活地赚钱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让你可以 接受最好的教育 去考个好的大学以后 能做人上人 你管这叫操控 你的良心 是不是让狗给吃了 我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做什么人上人 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 只是做个普通人 我爸 你懂个屁 白瞎了老子 多年来的努力 你们放开我 今天我 一定要打死 这个不孝女 我爸被几个人拦着 压根接近不了我 对于她的愤怒 我脑子里 早就设想过 无数遍 并没有很害怕 我拿着手机 平静地报警 并告诉她 家暴是违法的 打小孩 也属于家暴中的一种 有人听到报警 觉得家务事 没必要闹这么大 再加上 本来就是我做错了事 想要抢过我的手机 制止我 我没让他们如愿 在己方弱势的情况下 必须要向警方 寻求保护 我妈这时候 经过急救后 悠悠转醒 她声音虚弱地指着我 一字一顿 咬牙切齿的命令 复读重考 我妈的这个决定 在我的计划之外 我想过最糟糕的情况 是被赶出家门 自生自灭 原来 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情况 叫复读 重考 他们铁了心地 要我复读一年高三 然后再重新参加一次高考 那天警察来了后 了解过情况 说我爸没有 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无法立案 但口头教育我爸妈 不许对我动手 我爸妈连连跟警察保证 不会对我动手后 将人送走 本来受邀来 庆祝我升学的大人们 也陆陆续续地离开 他们临走前 都在劝我爸妈想开点 冷静下来 好好跟我谈谈心 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如果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 眼里的幸灾乐祸 上扬的嘴角太明显的话 姑且就信了 他们是真心在 替我爸妈着想 而不是在心里狠狠嘲笑 谈心是不可能谈心的 他们压根就不想了解我 这么做的原因 他们确实没有打我 却把我的手机没收 将我关在房间里 之前收拾起来 放在储物间的课本 又被重新搬进来 我妈压着我 坐在书桌前 指着那些书对我说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故意考零分器我们 我不在乎 但你从今天起 除了上厕所 其他时间只能待在房间里 给我看书学习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休息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 他说他不在乎 他凭什么不在乎 我满脑子重复这个词 我把摆在面前的书 都扫落在地 摆明了态度 我不学 我妈拿出教鞭戳我太阳学 恶狠狠地咆哮 给我学 不学怎么考第一名 我现在听不得第一名这个词 一听 我就想起挨的打 做不完的题 抄不完的书 想吐 头很痛 为什么不能放过我 我的情绪彻底被点燃 伸手夺过我妈手里的教鞭 对着她怒吼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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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永远就只知道 让我考第一名 考第一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我才不需要再考第一 才不需要再学习 她见我还敢跟她反抗顶嘴 一直强忍的怒火也爆发出来 我听到她用比我更大的声音 冲我咆哮 对 除非你死 否则你就得学习 你就得保持第一名 我妈的话让我意识到 在她心里 我的成绩永远比我这个人 更来得重要 既然如此 那我还挣扎什么呢 我 行 那我宁愿死 我妈听了后不以为意 还在继续刺激我 让你死你敢吗 别想着用死来威胁我 现在 立刻 马上给我把书捡起来学习 你真是会给我们惹祸 等下我们还得去学校找你的老师 问你复读的事 你 啊 老公 快来啊 安安自杀了 快叫救护车 在我妈的尖叫声中 我手里的圆规被她给抢走 手腕处被圆规肩划破的位置 血鼓鼓流出 因为抢救急时 我还是没死成 伤口很深 我是发了狠的用圆规尖刮破皮肤 被我妈抢走圆规后 担心自己死不成 还抓破伤口 流了更多的血 我不让我爸妈碰我 拒绝他们为我紧急处理伤口 救护车来的时候 我还不肯配合 最后是失血过多 昏迷后被他们抬上救护车 送到医院抢救 当时我自己的状态 我也形容不太出来 只觉得很痛快啊 我就要解脱了 我感觉不到痛 反而是现在伤口缝好线包扎好后 痛觉才又重新出现了 我醒来后 医生来看过一次 确认没有其他问题后 说我可以出院了 我坐在旁边 听着医生交代我爸妈回家后 如何给我换药之类 还听到他建议我爸妈 带我去看下心理医生 我爸妈估计是被我这次 自残的事给吓到 听进去医生的建议 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经过心理医生的诊断 我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得知我有重度抑郁 我爸妈都不相信 他们反复地问心理医生 是不是错诊了 尤其是我妈 他说我一直以来都好好的 怎么那天吵了一架 我就成重度抑郁了 他坚称我不可能是抑郁症 他说我是装的 目的就是为了不想继续学习 但他又特别矛盾 嘴里说着心理医生没本事 就连我是假装的都看不出来 一边又盯着我一天三次按时吃心理医生开的药 一周后他受不了了 他这一周来一直没有放弃让我复读重考 在我自残被送进医院急救的时候 我妈还不忘打电话去咨询老师复读重考的事 我妈将我故意交白卷的事情告诉了老师 我在急救室里听着他怒不可遏地向老师抱怨我的所作所为 又低声下气地让老师跟校领导说一下安排我复读 要不是出了我被确诊为抑郁症的事 我出院的第二天他就给我安排学习 现在他忍了一周 发现我出院以来没有其他出格的行为 在家吃好喝好睡好 这样的我哪里像重度抑郁症 我爸这周的心情也极度暴躁 因为我交白卷跟闹自杀这两件事 让他丢光了面子 成了亲朋好友的笑料 这一周以来 我爸妈每天都在家吵架 他们又在闹离婚了 我爸当着我的面说 他不要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孩子 要是我不愿意复读重考 他就要跟我妈离婚 以他目前的身家 重新娶个老婆再生一个 一点都不难 我妈听到他说这种话 对他又哭又骂 比起我爸在外奋斗 开装修公司 有稳定收入 我妈这个全职太太 跟社会脱节 当初学的美容知识 也已经被新的技术取代 没有一技之长 我爸真跟他离婚 从奢入减难 我妈估计连找份工作 养活自己都费劲 现在属于是我爸可以不要我妈 我妈却不能失去我爸 有我爸的离婚威胁 我妈观察了我一周 发现我没有过激行为后 她觉得抑郁症也就那样 也没有网上传得那么严重 所以她又开始强迫我学习 她告诉我 学校的老师校长 听说了我的情况 答应安排我复读 她用轻松的口吻说 其实这样也好 我重读一次高三 巩固一下知识 明年的高考 绝对能考出最好的成绩 然后她就让我从高一开始复习 她又开始凌晨四点 把我给叫醒 一杯浓缩黑咖啡摆在我面前 我看着面前的黑咖啡 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喝 随后我要躺回床上继续睡觉 她见我这副模样 强行将我从床上拉了起来 她把我硬扯到书桌前坐下 拿出一本全新的五三 让我开始刷题 我直接往桌子上一趴 很干脆地拒绝她 我不要 她显然是被我气到了 你是不是非要看到 我跟你爸离婚你才满意 不过是让你学习而已 你至于这么寻死觅活的吗 难道学习就彼死还可怕吗 她说话的时候 手里的叫边啪啪啪地 打在我眼前的桌面上 再偏一点的话 就能打到我的脸了 她的话激不起我半点情绪 我平静地跟她说 你们离婚是你们的事 不要赖在我头上 以前我还会害怕他们离婚 现在 呵 如果他们的婚姻和谐 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那凭什么这个家 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 最后 我还是没有如她所愿 乖乖听话 她强迫我学 我连书都不肯翻 她拿我没办法 气不过的时候 手里的叫边往我身上招呼 我也不躲不闪任她打 我的态度很明确 学习不可能 有本事就打死我 我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 彻底激怒她 她跟我杠上了 她说就不信治不了我 我不看书 她也不让我干别的 她就搬了张椅子 坐在我旁边盯着我 我想睡觉 她用各种办法 让我没法好好睡 我在发呆 她就跟台复读机一样 在我耳边重复 叫我看书刷题 我受不了 冲她发脾气的时候 她冷眼看我发疯 等我平静下来的时候 她继续叫我学习 有时候 她也会跟我打感情牌 哭着跟我说她自己有多不容易 她说自己不是真的想要逼我 她这么做都是为我好 现在我还小 不懂学历的重要性 等我以后长大了 就会感激她现在做的一切 她问我到底要她怎么做 我才会变回那个任她摆布的乖女儿 她一直在问我 我被她问烦了 心里憋着一股气 反问她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她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话说出来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因为大概率不会听到 我想要得到的答案 果不其然 我妈目录茫然地看着我 她反问我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说完还觉得气不过 又加了一句 什么时候叛逆不好 偏偏在高考的时候叛逆 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不懂事的小孩 她打从心底里觉得 我只是在叛逆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要冷静 不要失控 可是她总有办法一两句话 就把我激怒 我 我变成这样 不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吗 你知不知道 从你逼走陈老师后 我有多自责 我都说了 陈老师没有对我做什么 他是个好老师 你为什么还要举报他 你害惨他了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污蔑 陈老师的职业生涯 留下污点 他再也没法教书与人了 都怪你们 都是我害的 一切都是我害的 我真该死 成绩好有什么用 我什么都做不了 笑死了 你们还指望我考省状元 然后呢 考上之后呢 我连读什么学校 选什么专业 都没有选择权 是不是以后连我做什么工作 进哪家公司 嫁什么男人 你们都要替我安排好 我这样活着 有什么意义啊 你懂不懂那种 每天晚上一闭眼 脑海里全是题目的痛苦 你们大人真恶心 自己办不到的事 还强迫我必须做到 可是凭什么呀 你说呀 凭什么这么对我 歇斯底里的说到最后 我突然觉得自己亢奋起来 我看向我妈 一个劲地寻求一个答案 然而 她一脸地不可思议 问我 所以 你是因为陈老师 才会变成这样 迎着她背绝荒谬的目光 我没有反驳 对 她 猝不及防地 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我妈用了很大的力气 我的脸被打偏 她还觉不够 想要再动手 这次我躲开了 她见我躲塌 气得直接指着我破口大骂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苦心 那个陈老师不是好人 他要不是对你心怀不轨 他那么关心你干什么 那么多的学生 怎么偏偏就只关心你一个 他还教坏你 跟我们撒谎 要不是有其他的家长 告诉我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课后补习 他叫你去他家补习 是想干什么 他这么做 根本就是另有所图 我举报他 拿错了 他就不配当老师 你居然为了那种人 跟我们对着干 自毁前程 你真的是要气死我了 我妈理直气壮地反过来指责我 可是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事实不是他说的那样 陈老师是好人 他是第一个发现我 因为学习压力大 心里出现问题的 他无意间发现 我身上经常有伤 他起初以为我遭受了校园霸凌 在经过观察后 发现我跟同学之间的相处虽然冷漠 但大家都忙着学习 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搞什么校园霸凌 他就以为我是在校外遇到坏人了 在他的一再逼问下 我才说出身上的伤 是我自己造成的 陈老师的女朋友是个心理医生 他在知道我有自残行为后 私底下拜托他女朋友 帮我做心理疏导 他发现我有心理问题的时候 起先是跟我妈说过的 但我妈压根就不信 反而跟老师说 我就是想偷懒不学习 所以才故意这么做 想要他心软 我妈让陈老师不用管我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 陈老师跟我妈沟通过几次后 就发现我爸妈他们 压根就无法沟通 他们不关心我的健康 只关心我的学习 而那时候 我已经压力大到一星期睡不着 每次睡着就被噩梦吓醒 那天我在上课的时候 晕倒在教室 陈老师通知我妈过来 我妈来学校的时候 我已经醒了 他见我醒了 当着陈老师的面 埋怨他为这点小事 喊他来学校 还让我继续去上课 还提起晚上 别忘记要上补习班的事 陈老师见识到我妈的极品 刚开始还好脾气地 跟我妈说 我需要的是休息 我妈哪会听她的 赶着我去上课 陈老师就有点生气了 说我妈重视我的学习没问题 但我的健康也不能忽略 她让我妈带我回家好好休息 我妈觉得陈老师很莫名其妙 也没有什么资格对她指手画脚 从那天起 我妈看陈老师就很不顺眼 陈老师也看出来 我妈不会改变主意 又很担心我的情况 心软地做了个会毁掉她前途的决定 陈老师让我跟我妈说 她私底下有开加强补习班 每天上晚晚自习后 可以私底下报名 再去她家里补习一小时 老师是不允许私下开补习班收费的 我妈听到陈老师有开补习班 没有多想就要我报名 但其实我去陈老师家不是在上课 而是在她家休息一小时 陈老师的女朋友也在的 她有时候还会陪我说绘画 让我放松 那段时间我享受到了久违的放松 虽然每天仅仅只有一小时的时间 却也足够让我喘口气了 可是好景不长 这件事就被我妈发现了 更不巧的是 那天我妈找到陈老师家的时候 陈老师的女朋友恰好有事离开了一会儿 当时屋子里就只有我跟陈老师 我妈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我 从陈老师家客房里叫醒的时候 我脑子还是萌的 整个人也慌得不得了 那天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是无比自责 为什么那天我动作不能更快一点 那样我就能阻止我妈报警了 陈老师被带到警察局 我妈刚开始是要以引诱猥亵学生的罪名 让陈老师坐牢 后面经过警察的调查 还有陈老师女朋友的作证 洗刷了陈老师的污名 但我妈不解气 她之前还想让我做伪证 我不答应 无论她怎么打我都不肯答应她 她就换了个法子 她向教育局举报 投诉陈老师开补习班的事 这不是事实 压根就没有补习班啊 陈老师只是同情我 想帮我 想让我可以多休息一小时 能喘口气而已啊 可我妈不管事实如何 她就觉得是陈老师教坏我了 也不想要陈老师继续做我的班主任 所以她那段时间天天上学校闹 这是惊动了校领导 教育局的人派人来调查 我妈胡说八道 一桶又一桶的脏水 往陈老师的身上泼 明明是假的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听我的解释 为什么宁愿听我妈说的什么 我被骗了 说我心性单纯 不懂成年人的内心卧琐 陈老师最后还是被辞退了 也不知道是谁在网上曝光了这件事 陈老师变成人人喊打的对象 陈老师没法再去其他学校任职 没有学校愿意要陈老师 但真相不是这样的呀 我妈毁了陈老师后 她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愧疚 还经常在我面前提起 威胁我不要耍小聪明 她对我管得更严 上下学亲自接送 我去补习班的时候 她就在外面坐着 生活的方方面面 她都无孔不入地盯着 我一定得按照她的安排做事 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我真的快窒息了 从那时候起 我就有一个毁了我自己来报复她的想法 只有毁了我自己 我才能逃脱他们的魔爪 我才能做我自己 跟我妈吵了一架 没有吵出任何结果 她坚决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她说要是再来一次 她依旧是这么处理 她的这句话让我彻底发疯 我抱着头尖叫着 让她滚出去 她被我情绪失控的样子 吓到 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 比起让她离开我的房间 我更想要的是离家出走 远离他们 可是没有办法 我是过了 只要我走向大门的位置 她就会第一时间发现 然后跟保姆一起 把我拉回房间 不想要再继续这样耗下去了 想要逃离这个家的念头 越来越强烈 满脑子都是这个念头 睡都睡不好 安眠药好像失效了 睡不好 怎么会有精神逃跑呢 这一刻脑子里兴起一个想法 那就喝点酒吧 喝醉了就能住眠了 我爸平时喜欢喝酒 客厅里摆着他买来的各种名酒 现在很晚了 客厅里没有人 我挑了一瓶白酒 又想到要是喝酒等一下 还是睡不着怎么办 鬼使神差的 我觉得可以安眠药跟酒一起吃 这样就能保证 我一定可以睡着了 一片不够 再多几片 不知不觉的 安眠药就全吃完了 酒没喝完 太辣了 烧心的感觉很难受 有点晕乎乎的 终于能够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再次醒来 从家里变成了医院 还是上次的医生 他说 我差点就就不回来了 酒家安眠药是能致命的 幸好发现得及时 送到医院来的时候 紧急洗胃 才就回我一条命 可是 我只是想睡个好觉呀 正当我躺在病床上 发愣的时候 两道我很怀念的身影 出现在病房内 是爷爷奶奶来了 他们俩看到我这个样子 心疼得不得了 爷爷更是直接冲我爸发火 对着我爸的被 哐哐哐地捶了很多下 我爸被我爷爷揍 还不敢躲 连忙求饶地 让我爷爷消气 奶奶也板着脸在骂我妈 她义愤填膺地说 没想到他们把我 逼到自杀的程度 还是两次 我奶奶说 我不想读书就不读了 命比学习更重要 他们这次来 是要带我回老家的 我爸妈当然是不同意的 尤其是我妈 他趁机向我奶奶唱苦肉计 说他这么逼我 也是我爸要求的 要是我不能考上好的大学 给他脸上添光 我爸就要跟他离婚 他也是逼不得已 才会逼我学习的 他是绝口不提刚开始的时候 是他不顾我爸的反对 坚持辞职 做全职太太 管我学习 然后把家里的经济压力 都压在我爸一个人身上的事 后来他发现 之前一起工作的同事 在职场上 混得光鲜亮丽 朋友圈经常发他们 全国各地跑的照片 我妈看了很羡慕眼红 又萌生出 要重新创业的想法 我爸那时候 开的装修公司 刚有点起色 自个忙得不得了 我妈要是去创业 那谁来管我的学习 所以 我爸当然是不同意了 也是从那之后 我妈就喜欢 把怒气发泄在我身上 而我爸为了建立 自己好老公好爸爸的形象 在外和合作伙伴聊天喝酒的时候 经常会提起我成绩好 很让他省心 靠自己的能力 考上重点学校 渐渐的 我爸越来越重视我的成绩 关于他们怎么压迫我学习 把我逼得连一点 自我都没有的事 爷爷奶奶一直都不知道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每次爷爷奶奶打电话 或视频通话的时候 我也都是报喜不报忧 爷爷奶奶只知道 我学习成绩很好 并不知道 我学习成绩好的背后 经历了什么 见到奶奶 要被我妈的一面之词 骗了过去 我选择说出真相 爷爷奶奶听完后 心疼得不得了 决定不顾我爸妈的阻止 铁了心的 要把我带回老家 奶奶说我要是不想读 那就不要读了 有她在 就算以后我不工作 她也能养得起我 爷爷理性一点 她问我是不是确定 不想读书了 其实我是想读的 只是我不想再活在 他们的控制下 没有自我的活着 但我说不出口 爷爷却一眼 就看出我内心的纠结 他让我别想那么多 有什么事 他都帮我解决 我只需要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 就可以了 爷爷的这句话 让我瞬间泪崩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我可以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 那天 我哭得连医生 都惊动了 因为我大哭到 减中毒 全身发麻 喘不上气 把爷爷奶奶给吓到了 大哭过一场后 好像所有的情绪 都被宣泄出来 可还是很累 提不起一点精神来 爷爷奶奶很担心我的情况 我最不想的 就是让他们为我担心 我很努力 想要假装自己很好 但装不出来 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爸妈还是不肯答应 让我辍学回老家 她说学校都答应 让我复读了 我不能这么任性 爷爷跟他们吵了起来 问他们 是不是真的想把我逼死 才满意 我爸妈就住嘴了 但还是很不甘心 最终奶奶说了个 折中的办法 她说 复读可以不用去学校 他们先带我回老家 让我好好放松 如果我的情况允许 明年高考我 还是能回来参加 我妈原先还不同意的 她认为我回老家后 没有她盯着我学习 等明年高考 我的成绩必定一落千丈 最后奶奶说了一句 她要不同意 就让我爸跟她离婚 我妈就消停了 同样的 在我爷爷逐出族谱的威胁下 我爸压根就不敢 因为这件事跟我妈离婚 我爸不是好爸爸 不是好老公 却是个好儿子 我爸不敢忤逆我爷爷奶奶 只能不情不愿地同意了 明天就要跟爷爷奶奶 回老家了 我妈把我手机还给了我 我登上聊天软件 有很多同学给我发了消息 我两次住院的事 他们都知道了 看到这么多同学的消息 我很怕看到 有恶意的嘲笑 没有 全都是善意的关心 都是一群很善良的人啊 真好 我一条一条地看完 却又不知道 怎么回应他们的关心 这时候 每天都有给我发消息的班主任 又给我发消息了 他跟我说 陈老师得知我的情况 想跟我见一面 问我想不想见 看到这个消息 我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 自从那件事过后 我跟陈老师就没有再见过 他离开了这座城市 换了联络方式 我找不到他 没机会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这次有机会 虽然很紧张 但说什么都要去见一面 我得当面去跟陈老师说一声对不起 见到陈老师的时候 他跟我记忆中的样子没有变化 看人的眼神依旧很温柔 他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的 不 现在应该是老婆了 陈老师告诉我 他出了那件事后 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帮我 他说不跟我联系 不是怪我 只是不想影响我跟父母的感情 只是现在看来 他的做法不是很正确 他用轻松的口吻说 他被网爆后 在老婆的开导下 重新振作起来 他说他打算学心理学 跟他老婆一样 当心理医生 以后要是再遇上我这样的情况 他就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他还跟我说 抑郁症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自救 跟陈老师见完面滴第二天 我就跟爷爷奶奶回了老家 在老家没有每天安排得满满的 让我喘不过气来的学习计划 我整天跟爷爷奶奶一起在田里忙活 他们喜欢自己种点蔬菜 自己自足 院子里种上了我喜欢的花 我每天给他们浇水 期待看到他们花开灿烂的样子 邻居家的大黄狗生了一窝仔 爷爷抱了一只回来 说是小狗狗可以陪我玩 小狗狗很黏人 我爱不释手 给它起名小黄 走到哪抱到哪 但狗狗长得很快 每几个月抱起来就很费劲了 就变成我走到哪签到哪 邻居都知道我读书好 没考上大学是因为我得了抑郁症 但他们不知道我得抑郁症的真正原因 刚开始他们听说我有抑郁症 觉得很可怕 怕刺激到我 不敢让家里的小孩来打扰我 后来见我每天都在村里溜达 下地干活 遛狗散步 还喜欢在院子里晒太阳 看起来跟正常人没区别 他们就开始让自家的小孩多来找我玩 主要目的是问我学习上的事 有些小孩比较调皮 来到我家特别自来熟 父母让他们来我家做暑假作业 遇到不懂地问我 他们到我家作业本一丢 反倒喊我一起出去玩 我问他们这么不听话 难道不怕被父母打吗 他们告诉我自己又不傻 被打的时候跑就好了 再不然就找爷爷奶奶撑腰吗 是熊孩子没错了 不过原来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我却到现在才懂 我真笨哪 但是临开学前 他们被父母发现暑假作业 还有很多没血 我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 看到他们被父母追着打 他们在前面边跑边求饶 父母在后面气急败坏骂声一片 然后被抓住 看来是跑得还不够快 下午的时候 他们就又来我家 这次不敢再耍小聪明 乖乖地让我教他们 还给了我一根冰激凌当学费 爷爷奶奶怕他们打扰到我 本来是想婉拒他们的 我却答应了下来 其实我一直以来讨厌的不是学习 我讨厌的是被控制的人生 焦白卷是我的反抗 但不是我的结局 第二年的高考 我如期参加 这一次是由爷爷奶奶送我进考场 他们握着我的手 告诉我不要有压力 我却是信心十足地上了考场 考完后 我没有见爸妈 又快速地跟爷爷奶奶回了老家 我如愿考上我喜欢的大学 不是北大清华 而是航空大学 飞机驾驶员专业 我喜欢那种自由飞翔的感觉 虽然我没有鸟一样的翅膀 可以在空中翱翔 但我可以开着飞机冲上云端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工作室